占地约2000多瓶原本是五谷垃圾山的一角 在市长侯友宜的努力下成了艺术公园 农历春节前利用资源回收物 经过艺术家的创作设计 将完成好的作品进行陈列提供民众观赏 远前这片公园占地约有2117瓶 原本是五谷垃圾山的一角 在市长侯友宜的努力下 将被占领的国有土地收回后 经市府与公所团队共同合作 去年底将这杂乱的地方初步完成绿美化阶段 这里原来是五谷的垃圾山 但是在侯市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去年把这一块被占用的国有地 把它收回来以后 我们在去年的年底已经初步完成绿美化 好 还要更好 五谷区长庄茂坤指出 农历春节前利用资源回收物品 经艺术家的创作设计 将完成好的作品陈列在这里提供民众观赏及拍照 同时这座公园也命名为五谷艺术公园 今年在过年前我们利用各种资源回收的物品 由艺术家拿个创作 并把这些的创作品放在我们这一个公园 这个公园我们给它起名叫做五谷艺术公园 这个地方大概占地有2117坪 那我欢迎我们的乡亲有时间来这边走一走 五谷区长庄茂坤表示 欢迎乡亲朋友前来走走 欣赏垃圾山蜕变后不一样的面貌 艺术公园内的作品 每一件都相当生动有趣 相信将会成为地方吸引处的打卡胜地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萱在五谷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